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有没有赚钱了 我们今天要赚钱了 我在这里要跟同学沟通一个观念 有很多同学在这里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你永远在那边买不会涨的股票 对不对 如果你的股票会涨 你卖掉你再买回来再买再涨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老师你这个讲的意思我听不太懂 好我这样告诉你好了 那昨天创意是不是收盘收最低 很多同学在那边 那我问你 外资买在1750块 那你昨天收在最低你如果买进的话 你今天是不是赚35块 好 那如果说你昨天没有买 你今天开盘价1730块就买 到收盘是不是赚35块 老师那我不是越买越高 那我问你看一下创意 创意今天已经收盘1765块了 那如果明天创意开盘1760块 然后会拉到涨停板 那你要不要买 当然要买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你永远看的是明天 明天哪一只股票会涨 那如果这一只股票明天不会涨 就算它再低 你去买它都没有意义 我这样讲的意思听懂了吧 所以同学赶快加赖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加赖就对了 好 昨天晚上我写些什么东西 昨天晚上外资不是说放假吗 但是对特定的股票 外资是大买的 谁说放假 来看一下 力望外资买49张 今天力望有没有涨 有啦 今天力望又涨了55块了 世新外资也买 创意昨天台湾摩根买在 138张在1750 瑞宜104张买在1750 创意看一下 昨天收在1730嘛 1730嘛 说实在我今天 我本来因为创意试戳的时候 是1720 我本来要抠会员 去做现股当抽 结果一开盘 一分钟就拉到1745 1750了 就下不来了 我明天要再做一次 我明天要再做 但是如果开在1780以上 我大概就不会做了 不一定哦 如果开在1780可以拉到1900的话 我还是做 那我就依照这个均价线在做 对不对 这一个叫均价线 我告诉你 创意量比昨天少 竟然可以收在将近最高 代表根本没有人要卖 对不对 代表根本没有人要卖 金星科 我是不是公开告诉你 450可以买 你也不敢买 老师你有讲 你看 昨天是不是450 前天是不是450 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你敢买450 今天477 赚27块 一张是27000 10张是27000 对不对 同学我没有讲错吧 金星科 外资买80张 爱普外资买22张 爱普 今天收462 又是258 很多同学都问说 老师什么叫258 你注意到他的尾数 不是2就是5就是8 好 同学我问你 万一爱普明天会开平 或是开盘465块 结果拉到涨0百 那我问你 465块你能不能买 当然可以买 但如果他明天开盘480 那你要不要买 不要买 开那么高 就算拉到500块 你也赚不了什么钱 难道不是吗 所以同学我在这里要告诉你 正确观念 你就可以赚钱 好不好 老师 威胜 那今天为什么 没有带会员去买威胜 因为有别的老师在介绍 所以他们为了要出货 所以开高 拉低再拉高 他收盘 他是收黑K的 代表你今天 你去买威胜 如果没有跑的话 你今天是赔钱的 你今天开盘加158.5 你去买 那你161.5 你来不及跑 到收盘的时候 你是赔钱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买威胜 同学我这样讲 意思听懂了没有 所以你那个老师 坐架的坐架 不要追高 那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赚不到钱 阿逢低布局 阿逢低布局 明天哪一支会长 你告诉我 你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 来预算 昨天港商野村买了 189张 美商高盛买了123张 明天开高过518 好 来 有没有过518 最高525 老师525有过 但是这个早上拉太快 量不够 那你525能不能先卖一趟 回来516再买回来 老师你好贼 我看得懂盘 不然 对不对 所以很多同学在这里 都有什么 伟串 老师伟串他不会动 都有技嘉 广达 广达也不会动 都有技嘉 技嘉也不会动 我跟你讲 很多同学 在9月10月就去买广达技嘉了 那都不会动 都没赚钱 输的 输少一点了 输少一点了 本来买在这里的 到这里 大概输快100块 那我问你 你如果是我的客户 同样这个点的位置 对吧 同样这个点的位置 我们买的是什么 同样那个点的位置 我们买的是爱普 是不是300多块 涨到400多块 涨到100块 同一天 你是买 技嘉 你到今天为止 你输100 没有输100块 本来输100块 现在大概输50块 但是同一天 你跟我去买爱普 到今天你赚100块 所以同学 观念正确 观念正确 我明天要带你做 因为我发觉 有很多同学 参加一个 做教的 做教负法律责任的 还是 王心霖 甜心教主 我很看好 但是新进会员 或是说 明天要涨哪一支 他不知道 他还在赌 对不对 嘎嘎也一样 在赌 还有股票可以摆 摆很久 摆到赚钱了 说我们大获全胜 我说实在 我也蛮佩服这些人的 我真的蛮佩服这些人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创意 对不对 好 创意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创意 我们做创意已经赚了100多块 而且我很自豪的讲 我很自豪的讲 来 同学你看一下 有的同学买在1800 2000 结果跌停 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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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摆了三个月以后解套 然后你的老师很大声 哇 压力 如果你卖错的话 三个月会期也到了 解套 那你看我们怎么做 我们第一次站上无日线开始买 1250 我们卖在季线 因为季线往下弯过不去 我们卖在1560 1250 我还没有卖在很高 我卖1550 300块 我们下一次再买 对不对 在这里又买进 来看电脑 这里又买进 看电脑好不好 电脑 电脑 我的笔电 对 好 这里又买进 这里又卖出 对不对 后来跳空站上的季线 我们 这里买进 这里卖出 这里回到季线 我们又买进 这里全部卖光光 我们没有卖一半 我们真的没有卖一半 卖一半是怎样 我跟你讲 你如果卖掉一半 那你今天卖掉一半 对不对 因为你三个月以前参加的 你今天卖一半 那我问你 你绝对不敢再叫新会员买 那我问你 新会员去找你 新同学去找你 那你要叫他干嘛 创意我很看好 你一句话就打死人了 也不买也不卖 对不对 你看 我们这样就已经价差一千块钱 然后我有告诉你 我在一千六百九十五块 我又买进 站上无日线 来看一下电脑 对不对 而且我今天还在买 我明天呢 我明天还要买做现股当中 我明天还要买 我要做现股当中 因为搞不好明天会涨停 同学 观念要正确 观念正确你就赚得到钱 万一明天创意 开盘价 1760 拉到1820 你是不是又可以多赚60块钱 万一拉到涨停百一千九 你是不是可以赚一千一百多块 所以你永远是要看明天 那明天你要做哪一档 我准备好了啦 同学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为什么买 为什么要讲清楚 外资买在什么价位 投信买在什么价位 主力买在什么价位 我让他帮我们抬轿 好 同学 要进广告了 一通电话 我带你赚钱 注意哦 明天礼拜三 冲冲乐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万通国际投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刚才电话打了 明天我带你做 我做的一定是有把握的 对不对 老师 你是看外资进出表在操作 不止 我要看盘中的走势 那外资买什么 我就跟着买什么就好了 不是这样做 要配合我的当冲技巧 来同学来看一下 要站上均价线 成交量要稍微放大 老师我不懂什么 叫站上均价线 老婆照一下这里 一支股票上涨 一定有这个均价线 盘中一定有 还有或是大盘线 然后量缩的时候 不跌出量上攻 量缩的时候不跌 出量上攻就涨跌 对不对 而且一天的走势 可以大概是五波 举例来说好不好 我们举个例子 我问你 创意今天开盘 有没有站上均价线 今天收盘 大家买的平均成本是1760 所以今天大家的成本是1760 对不对 再来看金星科 今天大家的平均成本是570 对不对 今天爱普大家的平均成本是462 差不多跟收盘差不多了 好同学 那我们就要开始研究了 到底是谁在买谁在卖 短线客在买还是长线客在卖 来 我先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当天的这个筹码分析告诉你 来看一下 你看外资买了几张 700多张 投信自营商都买 这是爱普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 创意 创意外资买了300多张 投信卖37张 对不对 来我把这插干净一点 对不对 投信卖37张 在反光嘛 自营商卖 好没关系 这一支就要注意明天量价的变化 再来看预创 预创外资买了几百张 投信没有买 自营商又买了几百张 自营商是强就会追 弱他就会砍 昨天并没有大涨 所以他砍 那今天他就追 外资你看连续买两天了 那一般来说 预创要涨田要四万张 所以你就要看开盘有多少量 这个就跟当充技巧 教你的是一样 为什么有时候老师会写量 来看一下 为什么老师会写量 来看一下 你看 12月21号我告诉你 创意从1640到1705 大红K 然后台湾摩根买155张在1684 瑞银买 买在136张在1680 对不对 底部上来需三红K 明天挑战1715 最好过1730 老师讲的都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绝对没有好小的 这个就是一个老师 有没有认真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今天主力进出的状态是怎么样 同学我们就看几档 来看一下电脑 券商进出表 主力券商 对不对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现在在计算 注意 明天要赚钱 第一个 你要看开盘价 第二个 要看开盘量 第三个 有没有占上均价限 如果涨停摆 是500块 它开盘就490 那你就没什么好买了 对不对 那你还要买什么 那你就抱着就好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 今天看一下 3443 今天主力买超看到没有 在这里 富邦 台湾摩根 法云巴黎 港商野村 对不对 他们买的几乎都是收盘价 1762 1760 1766 因为收盘收1765 老师他没有很聪明 他卖1758 买1762 我告诉你这个叫外资 这个叫外资 你不要认为外资很厉害 外资只是比你有钱而已 他只是比你有钱而已 我们看6531的爱普 你看他还是足利买超 看到没有 好 来看 美商高盛买了463块 买了222 发财了 美林买了274张 买463块 对不对 摩根大通买145张 台湾摩根买400 他们平均买的成本都是463 老师 他买463为什么要卖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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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买463为什么要买 要卖 台湾摩根只买没有卖 但是前面五个券商 是不是都是外资 那明天开盘就很重要 开盘就很重要 好 那我再慢慢教同学 我在慢慢教你们 那你注意到了 今天为什么 你看 这里是不是一个W底 这个W底 这两个点的低点都差不多 大概都在430 以收盘价开盘价来说 都是在430 今天的高点叫467.5 这边的高点 这边的高点叫473.5 这边的高点叫482 好 我问你 那明天如果开平一直拉 拉过472块 他会不会涨停 MACD开始往上了 日KD指标开始往上了 外资越买越多 货费涨停 同学我讲的意思你听懂吗 你不懂 不懂就看这个 好 来 那我再跟你分析 为什么今天威胜 有同学要说现股当中 我说不要 对不对 因为他在这个还有一个反压债 今天他一定会开高走低 所以叫你不要 对不对 预创今天开盘是512 老师尾数是2 对不对 512就 开盘价就是最低价嘛 你开盘价就买的话 你就赚钱了嘛 这个量又大 你要冲个100张没有问题 你冲个10张20张 那小case 10张20张真的是小case 随便你要赚多少都有 所以同学 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样 那你一定会问说 老师啊 你那个爱普已经赚很多了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每一个每天都有留啊 5月15号 爱普当初是在280 老师那我不要参加你的会员 你们会员都买280 我非要买在400 我非要买在460 那如果明天会涨停 你买460也是赚啊 好 那我问你 老师 我买这个 买260 260不会涨个屁用啊 听懂我讲的意思吗 那如果爱普买了460 他会到500 会到600 会到700 会到800 你去买技嘉 260 永远260 一辈子都260 那你要买什么 同学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你要买会涨的 不是买地基期的 对不对 市场上有一个老师很厉害啊 什么这个 他永远告诉你地基期 那永远他的股票 都是地基期 都是不会涨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对不对 来 给你看一下 同学我跟你讲一个导正正确观念 好 爱普 对不对 我们用月线来看 他从100涨到500 你卖掉 回到300涨到750 卖掉 回到600涨到900 你看他下个月会不会从400涨到600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又不是我控盘的 你看外资买了多少张 如果他会从400涨到600 那你宁可去买400 赚到600 这是我们坦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 我在这里跟你讲得很清楚 讲太多也没用了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今天有很多同学来找我 都是什么教主的 什么做教的 负法律责任的 嘎嘎的 还是嘖嘖的 同学 我要带你赚钱 我要让你验证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打电话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